大家好 我是北方网纳特学讲师牛木 今天是我们hybernate的课程第三讲 我们这讲的内容 首先介绍一下 如果用MyEclipse来创建hybernate的项目 然后我们讲一下hybernate的配置文档的一个详解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hybernate的一个注解方式 最后我们介绍常用的两个工具 一个log4J一个是JUnit的使用 首先我们演示一下如果用我们的集成卡环境MyEclipse 来创建我们的hybernate的项目 好打开我们的Eclipse 我们选择新加projector 起个名字hybernate by eclipse 好点finish 那和我们用strad2一样 我们这MyEclipse可以加入hybernate的支持 也是选择这个选项 好我们默认选择版本用3.3的 默认使用的架包就是用这两个类裤 一个是支持annotation的 一个是它的核心类裤 底下这两个选项呢 一个是把这些架包加到我的buildpath 又加到我的classpath下 另外一个呢 是把这些架包拷贝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某一个文件夹底下 我们一般选择第一项 next 然后呢这个是 他问你是否要创建这个 配置文档 这个配置文档呢就叫hybernatecfgconfig xml 那这个名字呢一般可以改 我们也不用去改它 一般就叫这个默认的名称就好了 然后这个文件呢放到src下 src下 好 这是让它是否指定数据员 我们不指定 然后呢他问你是否要创建srcfgconfig工厂 我们也不创建 好点finish 好我们来看 那这个呢就是他帮我们自动导进了这两个架包啊 导进这两个架包 那么这个呢是那个配置文档啊 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要把我们的mycircle架包呢也导进去 啊 mycircle架包导进去 好那这个写法这个例子呢就跟我们上节课一样 我们把上节课写的手工版的那个配置文档打开 大家看 我们把这些属性的拷过来 对吧 好 这边有一个属性是name 我们取个名字叫mycircle 那这些属性啊 是我们常见的srcfg当中的一些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是什么含义 这个happend的dialet呢 我们上节课讲过 这是一个啊使用的circle的方言啊 jrclass 这只用到了驱动 url呢 数据库的链接的url地址 uname用户名 password密码 srcfg呢 表示呢 可以在我们的控制台呢输出circle语句 这样呢有利于遵踪happend的运行状态 那这个属性默认是force 我们在开发阶段呢 一般把这个值射成to 啊 可以用来调试我们程序 这个我们给它射成to 啊 好 那么 除了这个常用的属性之外呢 啊 我们还有一个啊 是这个happend的to ddialet 那这个用法呢 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程序费先运行一下啊 我们把这两个包呢也拷过来 好 这两包拷过来 这是我们那个测试类啊 测试类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库先给它清空了 好 好 我们usehappend show tables 这边有一张表 我们这张表呢先删除了 drop table drop table 啊 build 好 再show tables 好现在没有表了 我们来执行一下啊 我们执行这个测试类 这个测试类呢 就是 往我们这个 表里面呢添加一条记录 我们先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运行的时候报错 报什么错呢我们看 啊 unknow entity 啊 veo student 那这个原因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啊 忘了注册那个 or mapping的那个 应设文件啊 我们得加入这个 mapping 我们用的是 result 好 那这里面我们要加入的 是student的这个实体内的一个 对象关系映射文件 那就是这个student的 hbmxml 啊 这个地方呢要写 我们的文件的目录结构 不是包结构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写 net nwvo 然后底下的 这文件名要写全 啊 student.hbmxml 啊 这样才可以 好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测试 好 再测试呢 大家看还报错 这样说什么呢 他说 could not execute gdbc batch update 底下有一个意外 他说 hybernate 这个库里面的student 这张表不存在 啊 那当然不存在 我刚把这张表删了 那么hybernate 能不能帮我们来自动创建表呢 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呢 就用到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属性 有一个hybernate2ddl 啊 那么这个属性呢 就是用来 咱们 创建satisfactory之后 啊 再执行 我们的数据库操作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的呢 把我们的这些实体对象呢 转换成表啊 那么也就说 它会生成一些我们的ddl语句 ddl语句 这是数据库定义语言 我们以前学个circle都知道 这是用来创建表结构的一个数据库操纵语言啊 那么这边呢 有这么几个选项 create 表示启动的时候呢 如果原来的表存在 把它先drop掉 啊 然后再create 好 你还可以选择createDrop 这个表是先创建 执行完之后呢 再把它drop掉 update呢 这个检查 如果你这个表呢 如果表结构发生了改变 啊 然后它会做更新 那么一般而言 我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呢 这个update呢 是用的最多的啊 我们一般不会先把原来的表给它删除 我们一般只会检查这个表的结构是否发生了改变 如果改变呢 我们把这个表的字段的做更新 而不要破坏表里面原有的数据 最后还有一种validate呢 这检查现在的这个表结构和原来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呢 它只是抛出个异常 但是呢 并不做更新啊 好 那么把这个加上 这个写法是这样子的啊 加这么一个属性 我们加到这上头就可以了 我们先默认是create啊 好 我们现在再执行一下 好 大家看现在就执行成功了 我们现在来show table 这张表有了 我们来看表里面记录 张三这条记录插进去了 啊 好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再这样插一个里4 编号为2 里4 我们来执行啊 看这个效果 好 大家看也插进去了 但我们查询 结果发现呢 原来编号为1的这个张三记录没有了 而只有编号为2的里4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你这个配置文朗里面 这儿设置的是create create的意思呢 它都是先删除 然后再创建 那么删除的时候呢 肯定原来数据就没有了啊 那么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呢 还是用这个update的比较好 好我们改一下 好改成update之后呢 那这个1呢 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再执行 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呢 张三也有 李四也有 说明原来的数据没有被删除 啊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 hybrnate to ddl 这个属性的用法 这个呢 是指要在这个配置文档当中呢 加入这个映射文件 这个映射文件 注意看这个地方 一定是一个目录结构 而不要写成包的结构 好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hybrnate呢 还可以使用annotation 注解方式 我们现在演示一个最简单的 annotation的注解方式 啊 那么关于hybrnate的3.3 我们今后呢 推荐大家呢 主要是使用注解方式来写 那么关于hybrnate 有哪些详细的注解 我们还会在以后的课程呢 详细给大家讲解 今天呢大家只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工程呢 拷贝一份 我叫做annotation annotation annotation啊叫annotation 好 如果使用annotation注解方式 这个里面呢 有这几点要注意 第一个 你这个signify创建的时候呢 必须使用annotation config 这个类来创建config 对象 啊 那么先改一下 这个测试类里面呢 我们不能用这个configuration这个类了 我们得使用annotation configuration啊 使用annotation 使用这个 把它导进来 好这样就行了 好第二步 我们可以在实体类上呢 加上一些注解啊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class 这个类体上 加上entity entity呢 表示 它就是个实体类 那么将来呢 在数据库当中呢 就会生成 对应这张实体类的一个表 啊 那么这个表名 默认的呢 和我们这个类名呢 是一样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student啊 我们在这个类的上面 啊 注意看 在类的上面 打一个 at符号 我们可以说 entity 好 这个entity大家注意看 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 G2E的一个规范 是javaX的persistence 这个规范 一个是我们hybernate的规范 我们应该选择我们的 G2E标准的规范 选择上面这个 啊 不要选择hybernate那个 好 那这个表示 这个类将来会被 在数据库里面呢 映射为一张表 这个表名呢 默认就叫student的 和这个类名一样 那这个s呢 应该是小写的 好 再看另外一个 注解 叫id 这个id呢 一般加的 它对应的get方法上面 啊 id呢 表示是主件 主件 那我们这张表的主件呢 是这个sid 我们加到这个get sid上面 啊 我们写id 同样也是用G2E的规范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写一个 这个组件的生成方式啊 generate value 啊 这是指组件的生成方式 这边呢 这边呢 可以用常用的属性 有一个啊 strategy strategy呢 是指它的这个生成的策略 生成策略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种啊 我默认选择的是这个out2类型 out2类型 好 那这样就做完了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havenate的一个注解方式 我们还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注解属性 我们还没有讲 啊 大家先不急 好 既然你用了注解方式 那么这个映射文件呢 就没有用了 我们直接把它删了 同时呢 在我们的这个主配置文章当中呢 这句话肯定也没有用了 你那个文件都没有了 好 但是呢 我们还要加入 加有annotation的实体的类 把它要注册到我们的 strategy当中 那就是现在你不注册 映射文件 你要注册实体类 那么这个实体类呢 还必须有我们的annotation注解 同样 我们还用mapping这个元素 这个时候我们属性呢 就要用class 然后这里面的类呢 要写包的结构 啊 net 好 这样就行了 这个注册进去之后 表示 student的这个类呢 上面有annotation注解 所以我们把它要加到 setonfactory当中 啊 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用annotation configuration 下来看我们的PPT 主要就是这三点要注意 第一步是这个 第二步给类上加注解 第三步把我们的实体类 注册到我们的配置文档当中 啊 好 下来我们来运行这个程序 啊 好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报错了 为何报错了呢 啊 我们看为何报错了啊 could not insert 啊 我们看他生能的sircle语句 大家看他只给传了一个参数 实际上这样是 就是 付了个sname的值 sid呢 并没有给付 啊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实体类当中呢 这个 generate value呢 使用的是 all2的类型 实际上是一种自动增长类型 那也就是说 主件呢 他不需要我们给定 啊 不需要我们给定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注意看 我们这还提交的是1 看我们的数据库 张三其实已经有了 那这个编号为1的记录已经有了 请问大家 你还能给他添加一个编号为1的吗 显 不行 这个地方组件的有冲突 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你已经指定了 主件是自动增长的 我们呢 在测试的时候呢 完全就不用给他付我们的主件的字 啊 通过刚才生存的色口语记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他也没有给你ID来复制 啊 那这样的话 你这句话写不写都是无所谓的 我们干脆把它注射了 啊 注射之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大家看还是报错 还是报错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这个field sid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value 啊 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 他也没有帮你自动生成一个3 或者能帮你生成一个0 对不对 我们呢 为了能更好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先附一个 不畏冲突的编号 先看一下 我们先给个3 我们再执行 好我们看 结果还是不行 啊 还是不行 他说 could not insert 啊 他说 sid呢 doesn't have a default value 啊 他说还是没有一个默认的字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啊 他默认给你生成sid这个编号呢 总是生成不成功 那我在想啊 是不是跟我们这表里面原有的两条记录有关 啊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干脆呢 先把原来这张表呢 先删除了 我们先删除原来的表 删除完之后 我们 再把这个东西呢 改成 啊 create 或者update也行 update的话 他原来的表如果没有 他也会帮你自动创建 啊 也行 我们这样再执行一下 哦 那我们这块呢 还让他从1开始 啊 执行 大家看这样就没问题了 这个说明和我们原来的啊 表里当中记录呢 有冲突 啊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张三就进去了 张三进去之后 我们要添加一个里四 啊 比如说我这时候我不给他设主件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结果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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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他这个自动生成组件呢 又起作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 里四 给的是二 那么 顾名思义呢 下次你在生成王五的时候 那么 系统呢 给他自动分配的组件呢 应该是三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又说明 在我们的实体类当中 啊 这个写法呢 表示 是一种默认的 让我们 数据库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组件策略啊 就根据数据库的不同 根据数据库 来决定 他本身的一个组件生成策略 啊 那比如说针对我们MySQL 我们MySQL 如果 你这个组件设成整形 那么他默认的 就是一种自动增长类型 啊 自动增长类型 那么呢 他就每次获得一个最大编号 然后呢 把你那个ID值加1 然后当做下一次的组件值 啊 他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给大家演示的 啊 第一个使用annotation方式 注解的一个 Hibonet的小程序 好 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我们使用Hibonet常用的两个工具 一个是我们的日志工具 叫log4 一个是我们的单元测试工具 叫unit 首先看一下日志工具 那么这个日志 那么这个日志 在我们的实际开发当中呢 使用的是很频繁的 它的作用呢 只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个 在开发阶段 我们使用日志的好处呢 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程序当中的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呢 进行排措和调试啊 那么到了维护阶段 我们使用日志呢 我们可以跟踪和记录 我们程序的运行状态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目前 关于Java 实现的一个日志系统 最常用的呢 就是这个log4 那么log4 是目前流行的一个 Java日志处理框架 它呢 也是我们APA级的一个子项目 并且是个开源的软件 那么很多框架呢 都是默认使用log4权呢 作为日志管理工具的 比如像hybernator 比如像start2等等啊 那么大家看 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呢 我们来看啊 我们现在这个系统呢 其实已经导入了log4权的一些架包啊 比如在我们的这个 hybernator3.3的核心内裤里面 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了log4权这个架包 上面还有两个沙拉凤的一个 日志的一个架包 那么这三个架包之间的关系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这个沙拉凤 log4权API呢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我们hybernator 日志的一个接口啊 那么它的一个实线 就是这个log4权 那你光有这个实线还不行 你还必须得有log4权 它本身的一个架包 那么同时还要加上这个log4权的架包 所以这三个之间呢 是一个接口和实线的一个关系啊 那我们要用这个log4权 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src下呢 建一个log4权的一个属性文档 那么这个属性文档呢 我们可以从下载的hybernator的架包里面 来拷贝一份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下载的hybernator的这个架包底下 有一个project里面有个etc 这边呢给了很多粒子文档 其中有一个就是log4权properties 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就行了 放到src下 这样就可以用了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这边的内容 那么这个rootlog呢 就会指我们这个日志系统 它的信息输出的一个级别啊 比如warning警告级别等等 standout呢 表示一个标准的向控制台输出啊 后面呢 这些呢是关于针对hybernator日志的一些属性啊 比如说这个类型设成info hbm2gdl 它这个输出日志的级别是debug等等啊 好 我们这考过来之后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 再插入一条记录 比较照六啊 实行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就输出了很多日志的信息 比刚才的信息就多了很多 我们看一下这些信息里面 前面呢 这个debug 表示这个日志输出的信息的类型 是debug级别的啊 像这info是info级别的啊 还有包括像 有这个warning一些警告等等啊 debug 那我们这条sicle语句呢 在这能输出 对吧 啊 那如果说你嫌这边的信息显示太多呢 我们把一些东西呢 不让它显示啊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debug给它去掉 那么关于debug的这些东西就不显示了 是吧 啊 好 这个sicle呢 sicle debug呢 我们给它显示出来啊 好 我们这样再看一下 存期 好 大家看 那现在的话 这个信息就比刚才少多了啊 少少多了 那这些info呢 都是关于hybernate的一些circle的一些日志啊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比如说他先找到了hybernate的库下 有死就等这张表是吧 然后他还找到了这两个字段 发现了一个key 有没有foreign key 外界是吧 index parameter 发现组件了没有 是吧 scheme update complete 就是说明我们数据库的模式更新完毕 因为我们刚刚在那配置文档里面呢 使用的那个属性就是update 所以这一块信息就是我们那个属性当中执行update 要做的一些操作 就是他前面先检查这个数据库 你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些表有没有被更新啊 然后呢插入一条记录 这是要执行的circle语句 就是这样啊 那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log4节里面这个属性文档都代表什么含义啊 有个log log表示要完成日志信息的一个处理啊 这么一个类 append呢 表示这个日志信息的一个去向 layout呢 表示这个日志信息输出的一个样式 那么log4节它支持的这个配置文件呢 有两种格式 一个是properties 一个是xmr的 我们一般呢推荐大家使用properties 那么来显示讲一下append append呢是指设置日志信息输出到哪里 那么可以同时指定多个输出的目的地 啊 所谓输出到哪里 它一般默认的就输出到我们的控制台 那除了输出到控制台 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日志信息呢 写到数据库里 写到一个文件里等等都可以 我们可以同时向多个目的地来输出 比如说我在控制台输出这些日志信息的同时 我把这些信息呢 还可以记录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记录到一个文件里面都可以 啊 还有像这个layout 就表示我们这个日志信息它的一个显示风格 啊 常见的有这么几种 比如像这个html的layout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表示把它输出到一个html页面里 啊 我们用的最多的呢是后面这个partner layout 这个一般是控制台使用的啊 simple layout是最简单的一种风格样式 这是它的layout 我们看partner layout 这个里面呢 就可以指定我们这个日志的一个输出的一个优先级别啊 比如说百分号p 表示它输出优先级别 这个优先级别呢 从这到这呢 越往左边的呢 这个级别呢 就越低 越往这边的呢 级别就越高 啊 好 你如果说只输一个error 那么它只会把属于error类型的这个日志信息呢 给你打印出来 如果你说的是debug 那么debug呢 它就会把属于debug 属于info 属于error的这些信息呢 都给它打印出来 因为debug这个级别是最低的啊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啊 比如说-t呢 可以输出日志的一些现成的名称 还有-t呢 可以输出日志的一些时间和日期等等啊 这些都是挺常用的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属性文档 在这个里面 打开append stand layout 啊 就表示它是一种搜标准的一个输出啊 然后target 这是目标 对吧 layout 这是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 输出日志的一个风格 啊 风格 或者叫做布局 是吧 布局 啊 那这个console appender 这默认就是从标准的控制台来输出啊 底下都是一些 habinet的一些日志输出的属性啊 你像这种带 orj habinet tools 这都是针对我们habinet日志的属性 呃 其实对于我们目前而言用这个日志系统 我们很简单 我们这个文件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就直接把它拷过来就可以用了啊 我们的日志呢 也一般通过控制台来显示就可以就可以了啊 好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ge unit 啊 ge unit 啊 啊 这个ge unit呢 是目前也很流行的一个单元测试工具啊 啊 ge unit 它叫做单元测试工具啊 那么单元测试的目的呢 它不是证明你的程序是正确的 而是证明你的程序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发现错误啊 这个大家以前学软件工程都清楚 我们 我们程序的这个测试啊 也属于我们软件开发阶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啊 在我们编码的同时 我们还要进行单元测试 那么测试 不是证明你的程序正确的 我们说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程序 程序只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错误的程序 对吧 所以说 测试的目的 就是要找你程序有没有错误 找到错误 我们就要进行调试 来改正啊 那么测试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 发现程序当中的错误啊 那么这个单元测试 GUnit 目前呢 有很多版本 比较流行的呢 有3.8和4.0 我们这节课呢 以3.8为例子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GUnit的一个使用方式啊 好 你要使用GUnit做单元测试 我们 把这个呢 再拷贝一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COPY PASS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叫做 Log FORG And The Unit 好 我们来看 我们以前测试呢 都是放到 我们的一个包里面 而且我们没有用单元测试工具 那这样做的缺点呢 是我们这个测试的这个类呢 和我们这个代码的偶合性呢 比较高 对吧 我们现在要使用单元测试 我们可以这样做啊 选中这个src 选中这个src 这个文件夹 我们来看 在这个new里面 我们选择newsouth folder 我们建一个目录叫test 好 在test的里面 注意看 这个test呢 其实也是我们原文件的一个包 或者目录结构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建一个包结构 建一个 我们现在既然要测试 net nw下的vo that student 这个实体类 我们呢 也建一个和这个实体 实体类所在一样的包 net nw vo 就这样 对吧 好 你要测试哪个类 我们一般起名的规则都是 给这个类名前面呢 加上一个大写的tif 啊 就这样就行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类 啊 好 那上面这个呢 我们就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我们现在来直接自己写啊 啊 那么 它要是个测试类 它就必须得继承于 一个叫做test case 啊 导入我们 Junit3架包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Junit3呢 这个测试类呢 必须继承于test case 那么测试方法呢 必须是public开头的啊 方法呢 返回类型 必须是word 而且没有参数 方法名字呢 还必须以小写的test开头 那我们来做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个学生的保保存功能 工友的word 以test开头 我叫Save 没有参数 好就这样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还是给这边来添加一个学生 那我用的是annotation方式 这个地方 我们看怎么写呢 建一个 载身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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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annotation configuration 把这个包呢 导进来 把这个包导进来 把这个包导进来 在这 导进来 好 config 让build sizingfactory 这样 好 sizingfactory有了之后 我们前面讲过 还要创建什么 sizing sizingfactory 我们用open session 创建 好 sizingfactory有了 我们就可以连接数据库了 对吧 我们生成一个学生对象 好 好 我们s.setaname 我们只用setaname就行了 我们id呢是自动生成的 比如叫admin 好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 那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开启一个事物来保存 啊 我们而且要补过错误 我们可以放到try catch里头 最后有finally 最后有finally 好 你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到try里面也可以是吧 你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到try里面也可以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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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这个代码写到try里面也可以是吧 duty transaction flexible tx say new 啊 不是牛啊 用sizing begin transaction 导进来 注意看不要导错了 导的是哪个呢 我们的hybronet transaction 好 生成这个形容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存 Session Save 然后提交事物 Commit 好 如果发生错误 我们回滚 YouBack 最后我们把这个Session 给它关闭掉 If Session不等于Call Session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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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就行了 那么再下来 测试一下 那这就是个测试了 要测试的话 我们把这个箭头展开 大家看 我们要测试 这个Test Save 测试的时候 我们 弹注册材料选择Run As GUnit Test 运行 好 大家看 如果出现这个绿颜色的滚动条 说明我们测试就成功了 我们来看 Admin也添压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用的单元测试 那我们这个程序呢 还需要再改进一下 大家看 如果说我这边有很多测试方法 那每一个测试方法之前我们都要创建一个SessionFestory 那岂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吧 我们能不能把这段代码给它提起出来呢 我们放到每一次 无论你测试哪一个方法 我这个SessionFestory让它自动来生成 那么这样就要用到我们这个GUnit里面 复类当中两个常用的方法 我们把它覆盖了 我们覆盖哪两个方法呢 一个是Setup 一个TeleDone 这个Setup和TeleDone 这个Setup表示 执行每一个测试方法之前 要执行的动作 这个呢 表示执行每一个测试方法 结束之后 要执行的动作 那我们来写一下 那也就是说 在执行每一个测试方法之前 我是不是要创建这个SessionFestory啊 而且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单立模式 我们也有必要每次都创建 我们写个私有的 我们再做成一个静态的 啊 叫SessionFestory SessionFestory 我们做成这样 好 做成这样之后 这句话不用写了 不用写 啊 你每次在启动之前 我们先打印一下 Setup 把这句话答应一下 把这句话答应一下 接档 好 我让这个SessionFestory等于 New Annotation Configuration Configure BuilderSessionFestory 我这样写 好 在每一次测试方法结束之后 我们 把SessionFestory 给它Close 那么来看 我们现在执行 我们加入个Admin2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方法 这个输出语记在什么时候打印 我们还是执行 Save 好 绿颜色说明执行成功了 我们来看它打印 这里面总有两个警告 我们先不用管它 你看 在生成Seggo语记之前 先打印了个Setup 在生成Seggo语记之后 打印了个Tildown 是吧 Tildown 这就说明 我们这个Seggo 和Tildown 是在执行每一个测试方法之前 执行一次Setup 在执行完测试方法之后 自动执行Tildown 这样了 就省得我们每次 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都要生成一次 这个SessionFactory 这样很麻烦 而且我这个SessionFactory 我每次让它自动 在测试之前帮我去调用 这样就更方便 更方便一些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JUnit 常用的这两个方法 一个Setup 一个是Tildown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JUnit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JUnit的版本 是3.8 我们以后还会给大家讲一个 更常用的4.0的 现在3.8用的比较少了 因为3.8这个局限性很大 比如像它这个必须继承于一个TestKit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JUnit 框架变成一个重量级的了 我什么东西一旦继承于另外一个类 那么这个东西就变得重量级了 是吧 还有它这里面的命名呢 也比较严格 比如说这个方法必须Test 开头啊等等 这些呢 都有很大的限制 我们在以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JUnit 4 怎么去使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